这样这边就基本已经绘制好了 然后我们将这里的材质颜色更改一下 将主进行打开 然后将主关闭 同样的地方用这一层进行复制 楼上的我们可以直接来进行复制 在复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将前面的这一段我们刚添加的进行删除 因为这一层的装饰线比较短 所以直接来复制 复制9层 太多了 直接删除 然后我们需要将楼下比较长的这两层装饰线的楼层往上复制 复制 复制好了之后在这里这边的墙体就已经基本结束了 这一边还要进行调整 我们直接往上复制一层 然后我们可以将下面的都进行一个隐藏 然后来调整上面的 在这里我们将组全部解开 首先我们将这一圈线进行删除 然后上面的墙体的这一部分我们也要将它进行删除 因为我们看到这边的墙体比较矮到这一层之后就已经没有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进行墙体的删除 在顶尸图上来调整一下 这些墙体全部要变矮 我们可以来测量一下这边墙体的一个高度 1米2 1米2 这个墙体也调整一下 这边的同样的也要进行调整 在这里我们要将墙体重新绘制 我们要分两节来进行绘制 因为在这个地方到时候会是一面墙 拿过来我们在我们的CAD上 也就是我们的图纸上能看到这边还有一面墙体 所以这里要拆分成两块 首先我们可以将它进行分离 直接分离不用拷贝 直接分离不用拷贝 在这里来绘制一下 直接挤出1米2 摆对好位置 摆对好位置 将颜色进行更改 这边同样的 这个地方是因为在另一面墙上 所以它的墙体高度为2米8 我们的标准层高 更改一下它的颜色 我们可以将这个线进行删除了 我们可以将这个线进行删除了 然后我们在顶式图上 可以在这里补一面墙体 直接挤出墙体高度为2米8 因为在最顶上这一层 它的墙体有一些变化 所以我们需要来处理一下 但是在处理的时候我们没有CAD 所以我们只能根据我们的立面 来进行推测 这边同样的要少一部分墙体 在这里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些处理 我们在处理的时候我们可以将物体进行调整 我们可以看到从这里开始的这些墙体都应该相除 所以我们直接来delete删除 这里同样的删除 在这里我们要来进行删除 在这个地方我们要调整一下点 我们可以先将这些直接删除 将这个点往下移动一下 这样基本好了 好了之后这些墙体 都需要处理 都需要被删除掉 然后我们的墙体会从后面直接穿插过来 我们来调整点 对接到这边 这样基本就给我们顶利面的图形差不多 然后我们将这一个栏杆也进行删除 在这里只剩下了所有的平台 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将我们的平台给补上 然后将我们的楼板调整一下位置 因为现在所有露出来的 在外面的都吞置为阳台板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要处理一下 很多建筑的顶层它都是跟楼下的不一样 需要我们来重新处理 在这里我们可以将多余的点进行删除 然后来重新绘制 是阳台板 在这里我们直接重新来绘制 这一边 这一边 轮延绘制 轮廓100 挤出 高度400 这里重新来绘制 我们再绘制一下 边上还有一圈走线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将这些东西重新来制作一下 同样的 同样的提边 我们再绘制一下 我们再绘制一下 调整一下 这一根线段的位置 然后来连接 然后来连接 我们可以用它的修剪工具 在我们的命令面板里面有 直接来修剪 直接来修剪 移动 移动 这样楼上的这一层 我们也已经基本的绘制好了 因为楼上有变化 所以在绘制的时候要多注意一点 在这里我们需要为它做屋顶 所以在做屋顶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将这里绘制一个楼板 我们再绘制一下 这样一边 我们就好像一个变化 这样一样 就像这样一样 我们可以用这个变化 变化 出一百的厚度 将它放好 然后将它乘主最顶上的这一层 乘主了之后 现在我们将我们的CAD切换到我们的屋顶平面 将标准层进行关闭 在这里我们要将我们刚刚的那个楼板材质更改一下 现在我们来绘制我们的屋顶 在这里我们可以观察到屋顶分为了几个部分 其实它和我们刚刚绘制的这一圈基本也差不多 所以我们需要再重新来绘制一些墙体就可以了 是 我们先开始凉渐 所以我们先凉渐可能 有点措断 绝在这个面子在这里 我们先先用下来 老人们的股镜 最后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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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外轮廓240 在这里同样的挤出一个高度 挤出700 挤出700 它是墙体 在这里我们直接的挥制一下 然后为它添加材质 将里面该有的都进行挥制 墙体挥制完了之后 我们要来挥制它的廊架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 它的顶面的屋顶上有一部分囊架 在这里我们直接来进行挥制 然后将它们的点进行挥制 挥制好了之后 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轮廓 250的厚度 在这里应该是负的250 轮廓之后我们发现它的弧度有些生硬 在这里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下处理 让它变得圆润一些 我们选中我们的线段 需要被圆润的线段 然后在它的修改命令里面 有一个叫加点的操作 我们可以点一次 再点一次它会自动给段数增加点 让我们的弧形变得光滑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将它摆放到位置上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它是在最顶上的这一圈 对它进行挤出 在这里我们可以测量一下它的一个高度 700 直接挤出700 更改它的材质颜色 然后我们看见它还有一些线条 在这里我们来制作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谢谢观看